這個超級超級 而且他們都要排隊排一兩個場合 好嫩喔 這真的入口即化 因為我自己也吃過舒芙蕾 然後我覺得 舒芙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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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我吃舒芙蕾的感覺是什麼嗎 舒芙蕾 舒芙蕾很蕾 舒芙蕾 你知道我吃舒芙蕾的感覺是什麼嗎 舒芙蕾的感覺 舒芙蕾 舒芙蕾的感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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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沒有罪惡感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它很輕 空空的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你沒吃到太多東西 然後又可以吃到一個甜點 因為它發那個形狀發起來 但裡面其實空空的 它其實裡面感覺好像很輕 所以你會覺得 比較沒罪惡感 對 吃完沒有什麼罪惡感 對 可是它還是甜 還是甜 對 它還甜 而且它入口即化 不過舒芙蕾現在很紅 很紅 所以不用去日本吃 在台灣就有 你看你隨便 你隨便碰一下它就起來了 好大口喔 對啊 好吃的 好大口喔 很軟 很軟 它有黑糖在裡面吧 對 黑糖就是珍珠 對不對 很好吃 妳怎麼吃得出來的 我誰 妳誰 妳太妹了 我忘記了嗎 妳什麼大姐頭 對啦 妳在學校是不是會霸凌別人 沒有 很好吃 對啦 但它舒芙蕾加那個醬真的很特別 因為舒芙蕾本來就軟軟鬆鬆 對不對 對 然後再加進去之後 那你那個蓬鬆的肚 再加上一點濕潤的感覺 重點是它那個珍珠 有黑糖的香氣在裡面 就最後那個回香的感覺 是黑糖 我也要吃 好好吃 黑糖很好 真的 對 是黑糖 對 所以這家我非常推薦 這家真的很好吃 對 它是珍珠有名 對 這口感非常特別 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 我自己 因為我個人本身也很喜歡喝牛奶 就是純牛奶這樣子 然後我介紹的這家是在 東區很知名的義大利麵 裡面所推出的 就是義大利原裝來的 マスカポン 你看那邊 它就完全沒有加任何 對 完全沒有加任何的糖 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純乳酪的意思 沒有糖 義大利我們沒有加糖 不是マスカポン 我真的不知道 マスカポン 那個就是 泰國的マスカポン 就是大家 怎麼那麼兇 是マスカポン マスカポン マスカポン 就是如果你們有吃過 皮拉米酥的話 皮拉米酥裡面的奶油 很多都是用 マスカポン的奶油去加 然後去加甜味 然後這個是完全沒有加任何甜味 然後這家是幫你加了葡萄乾 這樣子而已 然後 對 如果說你家裡有嬰兒 如果說六個月以上可以吃副食品的 就不要吃葡萄乾 那個マスカポン是可以吃的 真的啊 對不對 可以 英文類是マスカポン 那個是可以 那個是可以吃的 所以你可以提供 一個問號 一個媽媽的問號 它會有奶香 然後原本這個乳酪的香氣 然後你會覺得你吃完 它就是有吃到甜點的感覺 你自己可以想像 我可能吃了一個冰淇淋這樣子 對 其實它是一個乳酪 有 我其實看過還滿多那種 因為之前我有看過一個節目 它是那種法國的名模 在做甜點 然後他們就真的有做過 像類似像這一種 就是騙你覺得吃了甜點 但事實上它還滿健康的 很冷的 就是比較 它會把它弄得像甜筒 或是什麼 就是用一些方法 然後給小孩吃 確實是有 確實有 這個有 什麼 你要去慢慢品嘗它後面的韻味 韻味 你一定要咬到最後一刻 它滿硬的 對 因為它是純的 它是硬的 它跟我們剛剛那幾個比較不一樣 它很像冰淇淋 就是還硬的時候 對 沒關係 吃吃看 可以啦 它很像 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對 好難想像 沒辦法想像 非常的怪 你不要把它想像成是甜食 對 其實它也不甜 因為咬到最後一刻 而且一定要咬到裡面的 因為它也不甜 它就只有純鮮蘭 可是它就是感覺很天然 對 它就是純天然 它很天然 是可以一直吃 感覺上不會胖 會有味道嗎 它有味道 這個可以吃嗎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 教大家的就是說 其實你高興吃 快樂吃 都可以吃 但是這個應該很好喝 OK 但是基本上你要知道 這些甜點都是有額外的熱量 如果我們怕胖的話 很簡單 就今天教大家的訣竅對不對 我們在講說 如果你知道下一餐要降低熱量 那當然是最好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下一餐該怎麼選擇 讓熱量降低 那就是很簡單 就是選擇待餐 因為在科學上來講 待餐是比自己選擇 熱量的食物要有效